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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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是我们中央联赛的第一场比赛 我们客场要面对一支实力不俗的球队 我们必须要拿出非常好的表现 才能在客场取得这三分 然后我们必须要打好第二场 或者接下来一场一场的打好 接下来的比赛 然后再看看到赛季结束的时候 我们可以取得怎样的成绩 好 那么刚才是对赛前 有一个对河北华夏幸福主教练 佩莱格里尼的一个赛前的采访 那么画面当中目前看到的 正是天津的奥体中心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这个场地 反正我是去泰达的几个主场 我都去过 给我感觉可能泰达球场的份额会更好一些 毕竟它是个专业组球场 和隆音效果更好 而且球迷离场地更近 但是可能唯一的隐患就是 球迷如果不太安分往里面扔东西的话 会比较可怕 会扔到球场里面 对我就让钢盆砸管 在画面当中扫过 穿到这个红色衣服的 就是这个河北华夏幸福的球迷 其实河北华夏幸福本赛季 把这个主场搬到了这个狼房市 离天津其实并不远 相当近 很多的远征军来到了天津泰达的主场 来关注自己球队的这个比赛 泰达这个更衣室 主队的更衣室色调也是很亮 蓝白色的主色调 蓝色是代表他们在渤海之宾 白色是什么 之前50年代的时候天津队是国家白队 国家红队国家白队 相当于国家队二队 所以他选择白色 作为他的另外一个色调 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画面当中 也扫过了天津泰达这个9号球衣 乔纳森 这也是天津泰达本赛季 在东窗的时候 是从这个推连赛引进过来的 推连赛的金靴 斯蒂利克 这是刚刚在开幕式当中代表球员们宣誓的泰达的队长曹阳 今天中超的这个各队的队服啊 依旧是完全是一样的设计 不同的配色 但是在这个大一上 好像所有的球队都是 我们下期的队长 确实在我们经历了整个东讯 从西班牙到上海再到天津 七周的时间 我们训练强度非常大 然后我们踢了很多的友谊赛 我们准备了很多 虽然说这场比赛之前 我们有两名主力队员受伤 会在实力上有些影响 但是从比赛的作风 我们对赢球的渴望 从这方面方面 我们任何不会受任何的影响 我们还是会像一千一样 去打出这样的精神来 谢谢 刚刚在赛前 那么在球场边呢 对于这个天津泰大主角联 斯蒂利克的一个采访 其实这个赛季 我觉得对于斯蒂利克来讲 应该是压力会比较大 因为整个中超联赛 我们看这些老牌禁旅 以国安为首 包括新军河北华夏幸福 都开始逐渐的提升 自己的阵容实力 但唯独天津泰大这边 在阵容上 隐缘不能说没有 只不过微乎其微 而且走了很多 上赛季的主力球员 对基本上就是卖卖卖 包括杨丽鱼 胡仁天这些 基本上能打上主力的球员 他都卖 但是我想这也是一个信号 说明天津泰大 对自己的清训 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双方的球员已经在通道内 准备候场 这个河北华夏幸福 这个胸前广告比较有意思 因为我们知道 实际上天津泰大 他的吉祥目是哪吒 对 为什么不赞助天津泰大呢 一个反串 这就想起了 昨天看完广州得比之后 经常在网上看到 有这样的一组图 就是恒大和富丽的 这两个球队的赛前海报 恒大挂出了五个灯笼 富丽碗里是四个汤圆 五比四的比分 这是有先知设计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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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赏 打赏 启特 打赏 启特 打赏 我们在画面当中再一次看到了 1998至2018的大横幅 这应该是在球场的难看台 98年泰达集团是在天津市政府的授意之下 把天津三星还有天津万科两支球队整合成一支 变成现在的天津泰达 球队这20年走过来也是不容易 虽然去年的成绩不好 但实际他们在中超顶级联赛的总积分榜上 他的404场是和上海 山东 还有北京是并列第一的 这都是中超联赛当中的这些老牌球队 对 相当有底蕴的一支球队 这也是在上个赛季当中 天津全剑闯入到中超联赛当中 在天津本地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很多看球比较早的球迷朋友们觉得只有泰达才能够代表天津这座城市的底蕴 而全剑只是晋圆足球下的一个新鲜的产物 一支新的球队 我们看到双方的球迷朋友们是高举各队的围巾 正在迎接他们所支持球队的球员的登场 双方球员在裁判组的引领下来到了球场内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从这个远景来看 开幕式对草皮还是有些影响 电子屏的斜跨场地的一个大印 现在还在场地上留着呢 其实通过这个镜头我们能看得很清楚了 不过值得一提就是我们真的没想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啊 现场的这个设备的撤离还是挺快的 倒入多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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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官方给天津泰达打出的首发阵容是一个三中位343的阵型 确实现在很多德国教练已经不再打4231了 很多德国教练都在采用343这个阵型 但是343这个阵型对中场四个人的跑动能力是要求非常高的 看看今天泰达这套新阵型是不是真的是343 如果是的话看看他们的适用程度怎么样 双方的球员已经落位等待着主裁判马宁的一身哨响 这场也是给到了马斯奇拉诺呀 拉维奇 现场的一个倒计时 好 随着主裁判的一身哨响 各位PPTV的观众朋友们 您正在看到的是由PPTV为您带来的2018中超联赛的第一轮较量 本场比赛是由天津泰达坐镇主场迎战河北华夏幸福 那么从画面当中身穿白色上衣 蓝色挡裤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进攻的正是主队天津泰达 而身穿着红色上衣 红色挡裤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进攻的正是河北华夏幸福 本场比赛是由贾天宁以及张宇辰为您带来的解说评述 从开场的阵型目前来看的话 曹阳的位置应该是个后腰和官方给出的手法不太一样 我们看天津泰达这边刚开场想抓一个机会 一脚大门 这脚是被杨成扑了一下 这一下补防过来的后卫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稍微慢一步的话 对方可能会在一个无人干扰的情况下去射门 这样的话成功率可能会更高 这一下赵宏剑过来的非常及时 以原一的一条惠家康领球之后直接一脚打门 这看得出来今天比赛一开始天津泰达这边看过了刚刚这个开幕式啊 整个球员们在场上的状态要比这个河北华夏幸福这边进入状态要更早一些 杨成直接将球开过半场 河北华夏幸福这边中路的转移来到了左路 江志鹏在这个赛季当中转回到河北华夏幸福 上个赛季当中其实很多球员对于江志鹏在广州复利的这个表现还是印象很深刻的 特别是在边路的这个助攻能力 江志鹏更适应的可能是三中位状态下打中场的一个异位 作为左后位来说的话 他确实有点攻强于手 杨帆 杜家一脚直接将球再给到了中场 中场的正顶谁都没能够顶到这球 江志鹏 旧外球扔出来 我们看看在 这是 河北华夏幸福这边 感觉在场上的这个状态啊 有点急躁 来看河北华夏幸福的这次进攻 埃尔纳利斯再给到了左路 我们看今天要面对惠家康的挑战两个人同属一边场上对话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目前场上的站位来看泰达应该打的也是一个4231 不知道这个斯利维克今天其实之前在上个赛季当中河北华幸福这边顶在风向位置上是一个阿罗伊西奥 拉维奇呢相对来说他的位置更后撤一些 但是阿罗伊西奥走之后呢 今天我们看这个培莱格里尼是把拉维奇一个人顶在了箭头位置上 我觉得拉维奇的这个整个风格啊 他可能更适合坐在这个 站在这个阿罗伊西奥身后当一个影风这么一个角色 他更多的会回撤参与组织进攻 如果说他现在站在风线箭头的位置上的话 他回撤之后谁能利用他带走带出来的这个第二孔当去前插 泰达这边在中圈附近的断球 回家看到拼抢将球回传给后场 赵洪略 直接将球给过半场 扬帆 创放在中场附近的拼抢还是逆争我夺 你愿意再给回来 撤士尾 我们通过场上的站位 其实看埃尔纳内斯的位置可能更靠前 看看这次河北华幸福打门 力量上稍微欠缺了一点 拉维奇 场上的第一次射门来自一次中场的反击 拉维奇在带球突破的过程当中 天津泰达队的这个后卫线 包括后腰对他的防守稍微松了一些 给了他更多的这个空当 对 对拉维奇这样的球员来说 你应该要封死他 如果不马上贴上去的话 他白腿的速度非常快 而且他的这个白腿速度快 也导致他射门力量很大 他可能不用离球门很近 一白腿非常大的力量出来了 阿尔纳内斯将球交到左路 江志鹏 这次没有选择从边路的突破 而是交还给了阿尔纳内斯 其实如果从人员配置上来看 华夏幸福更适合打三四三 他有张成栋 有赵明健 有江志鹏这样的选手 非常多的异位 而且中后卫位置上高准异 实际上我想没有U23的政策的话 他也能拿到一个主力 在中场方面两个 两翼这两名群员都是能上能下 后场的一次产断 这也是杨帆缠到了江志鹏 U23小将看来这个 面对老大哥也是毫不客气 对实际上更危险的是杨帆 拖在地上的这只腿 就是他踩到了江志鹏 直撑嘴 对不对 他铲的那下 把球捅出去了 不会对江志鹏有什么太大的伤害 但是江志鹏的支撑腿 还在地上站着 正常让他迫在地上的腿盖上了 这下的话很容易对这个 怀关节造成损伤 天津泰达这边 通过中场之后将球转移到了左路 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 在中圈附近进行一次过渡 这是一次传球的失误 梦在球没有丢 你要翻 今天泰达这两个后腰 曹阳和米克尔 可以说都是经验非常丰富的这种后腰球员 但是两个人有一个同样的问题 就是回追速度都不快 曹阳年轻的时候非常非常快 但是现在毕竟81年出生的 岁数也不小了 你让他一趟一趟的回追不太可能 而且我们说这种老球员 在场上更多的喜欢拿一拿 控一控 不太愿意回追 所以说一旦拉维奇回撤 对方的中场球员有前插的 像埃尔达列斯前插 谁能追得上他 可能是一个问题 投球的帽顶 看看给了进去内 今天这个草皮好像有点松 就是只要大家很快的这种启动 或者折返的话 你发现这个草皮都会掀起来一块 这也是北方刚到这个三月初 这草皮应该也是在赛季前刚刚铺设的 这下上抢有点狠了 这次天津泰达这边边路的传球 跑在河北怀幸福这边赵明坚迅速的回防 将球破坏出来 马斯奇拉诺实际上在巴塞罗那后期的时候 更多的是出现在中后卫的位置上 在阿根廷国家队打的还是后腰 今天这个佩莱格里尼会不会也是看了一下对方的这个整个23人的大名单 觉得可能把马斯奇拉诺放到后腰这个位置上 首先第一对方的封线可能不是特别具有这个很强的冲击力 那么把它放到这个后腰的位置上 也是希望他能够通过这个此前的这些经验 能够在中场的位置更多的这个组织进攻 参与到进攻当中去 应该是有这方面的考虑 但实际上马斯奇拉诺在巴萨之所以被放到中后卫 首先是巴萨在那段时间比较缺中后卫 另外就是布斯特斯的位置太稳了 马斯奇拉诺很难取代 所以我想佩莱格里尼招马斯奇拉诺来的话 应该也是希望是他就是打后腰 不是说当中后卫买来的 我们看马斯奇拉诺还是回的这个 这是埃尔纳内斯回的位置还比较深 华幸福现在他的基本阵型是一个4231 进攻阵型是一个2143 进攻的时候两个中后卫会拉开 马斯奇拉诺呢 回到他们两个中间或者深前一点的位置 参与进攻的梳理 另外两个边后卫提到另外两个中前卫平行的位置 作为这个中厂的4个人 在这里夏浦空镜提醒您关注室内空气环境 进行健康呼吸 赵永杰这一下啊 是高准毅跳起来 正顶的时候一个保护动作 因为高准毅如果不伸手的话 很有可能自己睡的时候 磕到肩膀或者磕到脸 所以他只能伸肘 但是伸肘这一下 正好打到了赵永杰的脸上 这种动作在足球场上是无法避免的 你很难说这个队员是故意的 或者说他是怎么样 因为我们知道在正顶的时候 手臂一定是要张开的 天津泰达这边的队上来来看一下 磕大利斯对这个球鞋好像 可能是今天这个街木站 穿了一双新球鞋 踢了一会觉得可能不太舒服 另外这个场地确实近景给过去啊 不是很平整 而且场地确实松 我们通过这个画面 在中圈附近还能看到 有一些草坪已经翻出来了 之前开幕式的时候 咱们担心呢 这个草皮会不会受影响 虽然它上面铺了一层人造草 但是说实话 这人造草也有分量啊 它铺上去的话 草皮会被压别 这短时间内能不能立起来 天津泰达这边 一次边路上的配合 看看这次没能够迅速的通过中场 再次比回来米克 这一角啊 多少看着像后卫的结尾 对 这个并不是说主动的把球转移过去 而是先把球解围了 泰达这边防守阵型 保持的还算不错 队员之间的距离比较合理 曹阳在中场不要拿太多 这就是咱们刚才说的 拉维奇回撤之后 谁去插那个位置 刚才插上去的是胡仁天 独家一角直接将球给过半场 平均太拉的左路 我们来人直接交给了赵洪略 再给回来 米克尔 米克尔实际上在刚刚出道的时候啊 是和梅西齐名的球员 我记得05年的那个世青赛 咱们国家队也派国奥队参加了 当时米克尔代表尼尔利亚队和梅西打根廷是几度周旋 最后是拿了个银球奖 河北华幸福这边 左路的进攻交给中落 想打一个直塞 但是并没给过去 从这两次进攻能看出来啊 这拉维奇一旦从封先生撤回来 胡仁天马上会向他原来的位 非常高速的去冲 这两个人应该也是在此前 佩莱格里尼 因为上赛季对于这个拉维奇 也是有一定的了解 那么在这个赛季当中 胡仁天的加盟 那么阿洛西奥的这个出走 肯定在赛前对这两个人也有一个交代 就是你们两个人在场上要形成一种默契 一个撤回来的时候 另一个赶快顶上去 现在就看这个赵宏略 是不是每一次在胡仁天插上的时候都能跟住他 河北华夏幸福这边的GY球 在中场附近 找拉维奇 这边中后卫跟着拉维奇跟到这儿来了 江志鹏再往前塞 球的速度稍微慢了一点 这个35号车市尾在去年的第一场比赛当中 是第二轮应该是打重庆的时候 他的第一场中超就进球了 今天又是首发给安排进了这个主力阵容 但是到目前来看呢 他和胡仁天相比起来 他在利用拉维奇回撤的第二孔当时 有些犹豫 不是说每一次一接回来马上能插上去 感觉这个队员可能更习惯于什么 更习惯于拉到边上拿脚下球 又是向边上要 但是这回张成东 这就是手球吗 我怎么觉得没打到呢 可能现场的机位调的不是特别合适 他说至少从刚才那个慢动作 我看好像好像那手没碰到球 不佳 还看河北华幸福的这一次定位球 拉维奇直接给到进区内调门 这个位置选择的离门将位置太近了 胡仙拉的有点大 他应该是想打后点 后套有没有 转到一座 已经上去了 但是没有套边 这一脚转移也并不是特别的好 尼克尔 曹阳 这个时候河北华幸福这边的球员 都已经回到本方半场进行防守 想去再往里通过现有太达的阵容 能够找出一名球员具有这样的突破能力 还是不太容易的 因为我们知道现代足球当中 很多进球不是说阵地战打 他都是攻守转换 就是你在前场攻丢球之后 你马上再抢的时候 对方可能正在向上压着攻 这时候最容易进球 所以刚才天津太达那次反击的速度 转移过了稍微慢了一些的情况下 河北华幸福已经回放到位了 在落位之后再打阵地战 往里打不太好打了 扛冲动今天的位置比较有意思 这个按理说应该是个右前锋 但是现在收的比较靠中间 而且有的时候还经常会出现到偏左一点的地步 你看现在基本上他是顶到了一个类似前腰的位置上 我们知道张成东实际上他出道的时候是打前锋的 在对李斯本经济的布达亚贝德比达东 曾经上演过帽子戏法 攻击力也是相当强 河北华幸福这边 还是手球 然后一起 这个大拇指是竖给传球的队友 还是竖给裁判 看这下 好像还是没有碰到 手球吹的 即使碰到他也应该是靠近上臂这样一个位置 可能裁判在现场跟咱们这个视角不太一样 咱们这个慢动作机位可能看的还不是特别的全面 而且你看拉维奇自己也没说什么 应该是碰到了 河北华幸福的一个前场阶外球赵明健直接往进区里给看看 一个手榴弹给进来 打脚结尾直接给过半场看看田银海达这次反击 有人倒地了这一次 但是裁判并没有名少 强大森 强大森从K连载来到中超之后应该也发现了 转身节奏可能没有K连载那么快 但是这个对抗强度比K连载要强了不少 因为我们看刚刚两次天津泰达的反击 前场除了强大森 这身边没有一个人自己一个人过半场孤军奋战 但是放野望去对面的人都已经回来了 双方这段时间也是在中场不断的拼抢 这球传的都是比较大 又是一较转移来到了右路找拉维奇 这是 虎人天这次又拉到了右路 马斯基拉诺这叫传球啊 是想自己也扮演一下布斯格斯的角色 通常在巴塞罗那这球抢下来啊 哈维在的时候是给哈维 哈维不在的话就找布斯格斯 马斯基拉诺这球拿下来之后发现一看 稍微这个逊于河北华夏幸福这边 但是通过这20分钟的时间里呢 特别是比赛刚开始的那段时间 天津泰达的这攻进攻的欲望还是很明显的 但是逐渐比赛进入到这个状态当中 我们看河北华夏幸福刚刚几次的这个进攻 组织的也都是简然有条 但是唯一一点就是天津泰达在河北华夏幸福 进攻失败之后抓反击的这个机会的能力 嗯 没有表现出来 对 反击的点比较单一 嗯 现在需要他封线上的乔纳森和中场的三名攻击手 有更多的联系 不是说单一的站在那等 更多的可能说互相之间换位 通过换位相互制造第二孔当 先看这一球 河北华夏幸福的这次进攻 进去内的一次传中 但是是对杨帆国外说的底线 江志鹏 这个位置其实对于江志鹏来讲是很熟悉的 对 上个赛季他在复利的时候 就左路的禁区线附近 多次也是送出了这种关键球 他到这不光是传球 他有时候冷不定给你打一脚 打一脚 手面主力稍微不集中 很容易让他给暗算了 先来看河北华夏幸福的 这一次脚球拉维奇 直接给他进去内前点 反击能不能打出来 看看这次直接一脚给过半场 前场我们看看乔纳森在 但是后面跟上了一名泰达的球员 很可惜啊 这次还是没能够完成泰达的这次反击 这一球迅速开出来 拿速度生吃 乔纳森给到进去内后点 没有球员跟上 这就是我们说的 乔纳森可能更适用那种攻防转换节奏的比赛 很快的比赛 他抢下来之后马上就向后点送 但是咱们的队员还没到位 其实你看乔纳森 他身后的这几个人 李源一 赵英杰 惠加康 包括米克尔 可能唯一一个我们觉得能够说跟上乔纳森速度的就是米克尔 但是米克尔还是出现在这个后腰的位置上 这个时候更多的是需要左边的回加康高速的向后门出去包 因为我们说传中球的时候什么 传点不传人 根本就不用看你到不到 我拿下球我能传 我就奔着点传就可以了 包不到 那是你包抄人的问题 所以说刚才乔纳森那条传球是没有问题 问题就出在意测的包抄的人 没有急 第一时间 在攻手转换的一瞬间 他可能稍微愣一下神 再跑的时候 你慢着一秒可能少十米出去了 河北华幸福是把针线前提 对对方前场的接外球进行了压迫式的防守 其实刚刚乔纳森的这次传球也是给了泰达的球员 包括教练斯蒂利克一个信号 因为从纸面实际上来看 我们肯定是要稍稍落于河北华幸福 更多的是对方压过半场来进攻 但是压过半场之后 我们的反击 乔纳森刚刚已经利用个人的能力 送出了这么一个关键的传球 但是唯一一点就是 天津太达的球员没能够第一时间出现在落点的这个位置 对 可能对于斯蒂利克来讲 他已经做好了说这场比赛 我们要更多的是注重防守 如何先防好 至少先保证一个0比0的一个比分 然后再去找机会考虑如何才能进球 看乔纳森 在中路带球 这个时候旁边的惠加康上来 带到进去内 一脚打门 好 比赛的第25分钟 这次是乔纳森和惠加康的一次两个人之间的联系 帮助天津太达在主场取得了一球领先 1比0 这是米克在中场的一次抢断 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问题 抢下球了之后 一侧能不能马上跟上去 刚才没有 但这一次进攻 惠加康非常好的 从一侧插上 所以这次射门是什么 源自于手转弓瞬间 队员的注意力集中了 能够马上冲到该道的位置上 而且他这脚打门打得非常精准 递滚球直接打圆角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高准一 这个惠加康就已经跑出了这么一个空档 乔纳森这球给的也非常的到位 惠加康拿球之后杀入禁区 拉出来之后直接一个左脚打圆角 脚法掌握得非常好 而且他停球这一下是一个用右脚向左侧一个停档 如果他用左脚完里停的话 很有可能对方后卫就切他了 但是就停到左脚之后 对方后卫只能是补他的射门路线 连续三次都是非常合理的处理球 米克尔的抢断 这个强大森的传球 包括惠加康的射门 三次连续合理的处理造成了一个进球 百年品牌跨界创新 AO史密斯热水 净水 裁暖 空气净化器 套购响免单 爱家有一套 实际上刚才第一次乔纳森把球传到后天 但是惠加康没包上来那一下 华夏幸福应该提点醒了 有这根筋了就得 其实这个时候对于天津泰达来讲 打的会稍微轻松一些了 因为他们本来的战术思路 可能是更多的时间 要在自己的本方半场防守 而这种防守反击的打法 在两次尝试之后终于有了结果 我们先来看河北华幸福的这次进攻 想直接塞进区内 拉维奇在进区内也等待着接应 但是这球并没能够给军来 对 刚才高加润跟着对方的拉维奇出了之后 天津泰达防线上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队形 是一个反马蹄形 那时候对方一旦插过去的话 你两边边后卫是收不回来的 所以说年轻的中后卫 在出击上抢的这一下的时候 时机一定要把握好 刚才我们看是曹阳 还是哪名天津泰达队的队员 是躺在了草皮上 感觉是两人对抗的时候 脚或者膝盖掰了一下 曹阳 表情很痛苦 应该是右腿的大腿 这个位置整个赚了一个劲 我是希望曹阳不要掰到膝盖 因为这个年龄 如果膝盖接受伤的话 会很麻烦 实际上15年的时候 我们一起去参加中国足学的 B级教练培训的时候 给我感觉当时他已经是 预备队的主教练了 已经准备退役了 但是阿里汉走了之后 他又回来了 又能踢 身体素质保持 本身身体素质都非常好 而且他自己保持的也好 你看跟他一块参加 这个当时教练一班培训的 还有宗磊和陆伯飞 这陆伯飞应该已经上咱们这 当节奏感来了 但是你看曹阳学完了教练 回去马上一队又报名了 又接着踢了 这个也不容易 但是老队员身体毕竟 身体机能他属于下降阶段 怎么保护好自己 而且在今天的第一场 肩膜战当中 就被斯蒂蒂克排到了一个 后腰的位置 对 后腰 多么关键的一个位置 希望曹阳没事 也是天津足球的一面旗帜 我想于根伟离开之后 如果说曹阳自认是天津足球第二的话 没有人能认第一 我们看曹阳是被担架抬下场 接下来要在场边进行一下处理 在短暂的时间内 天津太达目前要少一人应战了 而且缺的是后腰位置上的人 很关键的一个位置 应该是有队员来回到这个位置补一下 不然的话中后卫身前相当于少了一个屏障 李恩一实际上能打这个位置 曹阳没什么大问题 回到场上 继续比赛 拉斯奇拉诺的一脚乘船找到了拉维奇 我们看看这 还是让他去热身的 应该是准备着要换 有可能是曹阳了 拉维奇的角球依然给前点 连续两个了都是打这个落点 贺北华幸福 继续来在前场开脚球 太达这边的防守是一个区域防守 如果是区域防守的话 主要保护的就是球民区域 你把球还往这个地方打前点 难度是不是有点大呀 这个选择 反击能不能打出去 反击这次 出球快一点 这个打得有点太深了 而且选择给了一个近乎是中路的这么一个位置 应该是脚法没掌握好 我觉得他可能是想给右边上去这个队员 但是脚法没控制好 张承东 再交给了赵明健 马斯基拉诺又是这种长传球 想找拉维奇 这贺北华幸福 这两次这个马斯基拉诺的传球 打得有点太过简单了 对关键是你在巴萨不是干这个活的 就是这种后卫长传直接找前锋 那是我们在早些年间的这个中超 或者假一连赛当中经常能看到的战术 也不是不能这么踢 关键是你打上去之后 这第二落点有没有人抢 张承东在前场右路的拿球 面对两名放入队员再回一敲 马斯基拉诺 这时候应该 我们看江志鹏其实一直在走路这侧等着 天津泰达这边的后场一个接外球 直接将球给过半场 马斯基拉诺这个光头确实有用 快一头就将球顶下来 河北华幸福这边 张承东中上端球 交给了艾尔纳尼斯 没有什么 他有机会再给 测试 看看这次来到了进区内 江志鹏 晃过了防守队员 起脚想挑船 可惜江志鹏右脚不会踢 这球如果右脚会踢的话 拿右脚拳可能效果会好很多 其实他那个位置 右脚完全可以多一下 对 扣回来之后 他在身子两个小岁部倒回来 还得拿左脚去勾弧线 这就相对来说比较别扭了 脚球快发出来 两个人配合着出现了一点失误 这五年前的拉维奇能追上 但是现在胡子已经花白的拉维奇 确实费点劲 天津开达这边的门球杜嘉 这球直接应该是去奔着右路去了 杜嘉开球的这个特写性 能也能看出来 这个草是好多都是黄的 这下曹阳赶紧过去劝 马林应该是说吹哨了就别动球了 这个坏习惯一定是要及时制止的 不然到了国际赛场上 吃大亏都是咱们自己 没错 其实说我们看今年的中超联赛当作 在裁判 在裁判明少的这个细则当中 对于球员们的要求是更高了 其实这对于我们的本土球员来讲是一个好事 好事 因为中国足球 我们是要向亚洲更好的一个成绩 包括可能以后我们想要去参加世界杯 但是我们一定要做出这样的准备 那从这个规则裁判上吹罚的尺度上 我们就要适应这种国际大赛的这个吹罚尺度 对 所以你想跟人家一块玩世界杯的话 首先你得和别人执行一样的规则 对 感觉张成东这一个东迅过去 好像又瘦了不少 天津太达这边的中上附近开球 反击能不能打快一点 哎呀 我们看这个拉维奇在之前 前几次 先来看天津太达这次反击 还是被阳城破坏出了边线 我们觉得刚才说 在之前几次 马斯基拉诺从后场找前点的拉维奇 几次尝试都没成之后 拉维奇的这个位置有点回收了 但是在他原来撤回来的这个位置上 没有人顶上去 但是在整个这个中场的位置上 拉维奇拿球之后 没有办法第一时间 能够去突破对方的防线 打到对方身后的这么一个位置 其实这个时候 也是给这个河北花幸福出了一个难题 就是拉维奇的回撤之后 那么河北花幸福 应该采取怎样的一个进攻方式 去打透对方的这个后防线 你看他现在要回撤到这个位置 但是向前诉求一下 就不能是还是他来送 这是个机会 没有看到胡云天的位置 我们看刚刚拉维奇回来之后 胡云天第一个时间去冲了上去 先来看这次进攻 一脚打门 你能够打胜 在这里提醒各位PP体育的观众朋友们下载PP体育APP 欢迎球迷进入聊天室参与直播互动 更多精彩赛事内容 近在PP体育社区 其实我刚刚也是在这个聊天室当中 看到有这个观众朋友们发来的这个消息 说我印象当中有一位朋友说 你们觉得胡云天是不是对方派来的卧底 这个从目前的表现来看应该不是 他是河北华幸福这边场上最积极的一个 也是想向老俱乐部去证明一下自己 我是不应该卖的那个 我是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的 特别是刚刚拉维奇回车之后 第一时间胡云天是顶到了箭头位置上 他的前插相比于另外一边的车市委要积极的更多 现在他去前插谁来送这一下 你指着回接的拉维奇背身向前送很难 拉维奇这几次在中场附近拿球之后 都是第一时间看身边的人 而且两次都给到了这个张成栋 给完球之后自己再去往前走这个位置 我觉得这个泰达这边现在得注意一下 是拿练斯 他现在更多的向中路靠近准备去后套 中场附近中圈 想一个草船并没有给得去 来看拉维奇 利用个人能力一对一 这个一直低着头在看球 所以没注意到对方的防守队形已经靠拢了 感觉滑行屋是想打打小球 利用这个队员技术能力强 但是场地不太给力 这球传出来不是他想象的力度 小时候蹦蹦跳跳就过来了 然后一起看看带到进区内 有没有 一脚进区内打门 说门的居然是小马哥马斯奇拉诺 这个时候很多河北怀幸福的这个球迷想到了一个后腰都已经跑到这个位置上来打门了 这个马斯奇拉诺效力巴萨那么长时间 只在去年4月26号对奥扫苏纳的时候进过一个点球 所以你让他去上来打远射 这是一个挺不靠谱的事情 进球的感觉还没找到 他本身他不是这类型队员 就像这个之前在天津和国安都效力过的马迪奇 也是玩命的远射 但就是进不去 最后进的也是点球 这两个人咱们说都姓马 特点有点像 机会又来了 乔大森看这次能不能拿到球 还是被破坏了 这球传的跟刚刚的这几次进攻 有点如出一辙的感觉 任航这一下 首先对方传球稍微有点大 而且任航在对方起脚一瞬间 马上就移动过来了 这个预判非常好 稍微慢一点的话 可能对方能追上 你等他拿了球 你再过来 就是一正面的一防一 就不太好防了 天津克达前场的界外球 直接给过来之后 调到进去内 这球直接出了底线 赵英杰 杨成 其实不知道杨成现在这个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一共也没几脚 什么就进了一个 身为天津人 在天津泰达的主场 然后自己身穿着客队的队服 被对手进了一球 这一下 还好没出界 这球还在河北华业幸福的脚下 赵明健想直接往前塞 没准过去 这下防守预判非常好 赵恒略和赵明健 这俩人在大连应该是当过队友 互相之间还是比较熟悉的 赵华业幸福的一个前场街外球 马维奇再次回到他熟悉的位置 江志鹏 直接往前给 其实我们看河北华业幸福这些 目前场上的这些球员 他们每个人的特点都会鲜明 但是呢 通过刚刚过去的这40分钟的比赛啊 觉得没把这些球员的这个特点 捏合到一块去 你像江志鹏他有很出色的边路助攻能力 但是他助攻过来之后 在中路没有一个 能够像扎哈维这样的一个球员接应 像拉维奇呢 他在这个上个赛季当中 会出现在本场比赛这个胡润天的这个位置 对 但是他今天又被拿到了这个箭头位置上 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特点啊 目前都没被发挥出来 对 当然我们说啊 这有可能啊 我们说影响比赛因素 技术性的战术性的 还有一个条件性的 今天这个场地可能制约了河北华行动的发挥 嗯 他们更多的是想打脚下打小球 但是打了一下 发现这球传不起来 嗯 一个战术定位球给出来 这次给到了后点 阿尔达内斯将球碰出了边线 你看他这边后上界外球 马斯连斯将球给回门降 现在河北华行动的问题是什么 如果在场地条件并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下 谁是去支配球权的那个人 显然马斯迦拉诺不能是做这个活的 嗯 阿尔达内斯能不能承担这个责任 目前来看他好像也不太愿意在中场去参与这个 他没有这个想法 对 张生动倒是有这个想法 但是说实话他打边后外可能打的时间有点长 在这个位置上去梳理进攻的技能 有些生疏了 只能是靠拉维奇一次一次的回撤 其实拉维奇回撤到他熟悉的位置来梳理这个进攻 可能是目前河北华行服 目前在场上来看最好的一个选择 但是拉维奇回来之后 那可能在封线位置上 就看胡仁天能不能够顶上去了 对 对 胡仁天也是不断地在尝试 哎 这球有后套的 第一时间张生动是选择了想往禁区里给 江志鹏 这个阿尔达内斯是一直在捂着自己的腿啊 看这个华行服这两个首发中后卫啊 高准硬和人行都属于这有不错脚下出球能力的球员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本身是想打传控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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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场地的时候 这场地应该也不是这个条件 嗯 嗯 有可能是开幕式让这个场地稍微变得松软了 所以这跟他之前预想的场地条件会有一些出入 导致了他战术上那些失误 我们如果光看现在的战术表现的话 好像佩莱格里尼失误了 他有战术失误 嗯 但实际上我想会有场地因素的影响 毕竟这是一个拿过英超冠军的教练 而且施迪克施迪克他的这个战术今天也很对位 就收回来 不在前场墙里 我收回来墙 在这个局部的场区内人员更密集的情况下 确实不太容易打穿 而且我收到半场之后 我不会说在后场给你更多的空档 对 拉一起这样的球员 没有更多的机会去发挥他的特点 张农农 你看张农农现在是作为马斯奇拉诺身前的一个类似后腰的位置在梳里进步 哎 这球让拉维奇打到机会 必要打门 这一脚还是被杜佳给抱了下来 还是得看拉维奇 就是他拉出来之后别人插上去了 最后他还得再反兜回来 他来打这脚 这样的话 天津太达的防守就更有重心了 就把他盯死就可行 来看刚刚这球 如果说是无论说是胡仁天张成栋或者是前场车市委几个人 可能也只有拉维奇出现在这个位置上能够做出这样的打门 但是这样的话 河北华人幸福这边就不能够说放弃这个拉维在前点的这个作用 让他回车中场去梳里进攻 他替补其上还有董学生 嗯 不知道下半场会不会真的换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锋了 比赛已经进入到了上半场的商庭捕食阶段 捕食两分钟的时间 目前场上的比分依然是1比0 场上的唯一进球仍然是 在比赛进行到第25分钟的时候 惠家康的一次打门是洞穿了扬城的食指关 帮助天津太达在主场取得一球领先 米克尔将球过渡到前场 面对三名防守队员的包夹这球还是没能够给过去 阿尔纳内斯再交给马斯切拉诺 拉维奇回撤的这个位置真的很深 撤回来之后拿球分到右路给到张成栋 然后自己依然再往前跑 嗯 其实这样对于拉维奇的这个体能的消耗也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特别是现在目前河北华卫幸福还是一分落后的情况下 这样拉维奇大量的去消耗自己的体力在下半场比赛当中 不知道他还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体能的储备 这次曼金的回放是刚刚拉维奇的这角打门质量确实比较高 只可惜打的稍微正了一些 刚好杜嘉出现在这个位置上将球没收 眼看着商亭捕食的时间就要到了 这个时候天津泰达这边一个中场附近的旧外球 这个时候主赛范马宁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 那么上半场目前天津泰达是在主场一球领先 和北华下幸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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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津泰达昨阵主场迎战河北华夏幸福的比赛 那么双方在上场比赛当中是战成了1比0 打入场上唯一力进球的是天津泰达这边的回家康 那么在半场比赛结束之后 我们看到河北华夏幸福这边有一个人员上的调整 两个人员上的调整 董学生和赵宇豪两个人全都上场了 这个下的是谁 要么不动移动就是大动作 我们看是阿尔纳内斯应该是下了 对 赵宇豪换下了阿尔纳内斯 我们看董学生是换下了谁 那应该是会是胡仁天吗 这看来佩莱格里尼是想在下边上比赛一上来之后啊 就迅速的抓住这个机会尽快的能将场上的这个局面扭转过来 好 随着主裁判马宁的一声哨响双方比赛开始了 各位PP体育的观众朋友们您正在看到的是由PP体育为您带来的2018中超联赛 第一准的较两本场比赛是天津太达坐视主场迎战河北华夏幸福 双方下本场比赛开始之后交换场地 画面当中身穿着白色上衣蓝色等裤的是天津太达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进攻 而河北华夏幸福身穿着红色上衣红色短裤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进攻 本场比赛是由蒋天宁以及张宇辰为您带来的解说评述 这边华夏幸福另外一个换人应该是35号车市委 换下了一名U23 对 目前来看的话董学生是顶在中锋的位置上 拉维奇在他身后是一个影风或者前要的位置 胡仁天在左 张成栋在右 马斯基拉诺和赵宇豪搭档一个双后腰 主要的变化就是在中前场 你看这一次天津太达这次边路的进攻 往到进区里 踩在名上 落后的一方 先换人是无可厚非 但是一下上两个 在这个又有U23和外援政策的条件下 这样换是不是有点冒险 有点破釜沉舟的感觉了 其实之前对这个德国主帅的这个印象经常会出现这种当他们觉得场上的局面并不是自己设想那样的可能会大刀扩斧的去改变自己之前的一些设想 但是多数的看到的情况是立竿见影 不知道今天这个佩莱格里尼的这个下面场一上的这个连续两个换人调整能不能够在场上改变目前比分的这个情况 强大森想直接往前给是被断了下来 或者华前锋这边也没能够迅速的行动反击 强大森这个前锋不仅仅在游手转弓的时候他的转弯速的很快 他的游弓转手都是同样很快 反抢这一下非常快的到了位置 回家康 过了一人之后 这次传球也是应该是受到了场地的这个影响 球速的慢 因为咱们现在就明显能看见场地上只要你抬脚的话就一片突起来 中场的时候好像没浇水 如果有在现场的球迷其实可以提供一下情报 中场的时候到底有没有浇水 目前看这个歧土情况不像浇过水的 这次进攻了一棋再将球给到边路 传中投球过渡之后 非常的遗憾 这个董学生的作用体现出来 进区内的这要打门 江志鹏的传球 对他对这种球的落点的判断 还有专注度 这是之前的U23的小球员 不具备的 其实刚刚的这次进攻 我们已经看到河北华夏幸福这边在下半场的进攻方面会有一个改变 就是董学生上来之后 可能会江志鹏在左路的助攻能力能够得到体现 赶传了 这个发球区里面有高点 对 天津泰达这边 杜加之间球给过半场 球权来到了河北华夏幸福的脚下 很好 马斯加拉诺总是非常主动地拉到后卫线上去参与进攻的建立 这可能跟他在巴萨的时候踢后卫这个留下了一点习惯 还是找前面的这个江志鹏 看看又是这个位置 这次选择一个内切 但是还是 拉维奇啊 没看清楚 如果他看清楚上来的是米克尔 他可能不过了 这个防守面积比较大 不是说你轻轻一拨就能摆脱的那种 我们看到下半场比赛上来之后 河北华幸福方面在进攻上明显有了一个新的起色 接下来就要看在随后的比赛时间里 天津泰达能否继续以上半场比赛的那种打法 去对河北华幸福进行防守 保持住目前场上的领先优势 张生动这个位置 今天打的确实比较怪 飘忽不定 对 开始的时候在右前位 现在又跑到一个前腰的位置上 看天津泰达这边 在九路高速的插上 回家康看看 过了半场之后 还是交给了米克尔 转移 现在张生动和赵文健在防守上有一个换位 又马上换了回来 张生动啊 我们说他是一个非常职业的球员 不管在平常的生活当中 还是在足球场上 他发现赵文健上去没回来 马上他先回到这个位置 在球场啊 这个相互不畏的意识很强 对 总是能为队友着想的话 这个会让你的战斗力 整支球队的战斗力 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这次球球的失误啊 好在后面队员及时的解围 确实是个错进错出啊 哎 速度 乔纳三 也是没能够赶上 杨诚也是直接将球 开出了解外 对 我在想如果说场地很平整的话 杨诚可能不会选择 顺着来球的方向 把这球踢回去 踢出界 可能他会相当外依所转移一下 所以对于一支说 我主要是靠控球渗透打法的球队来说 这个场地条件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 何宝华幸福 他对自己的主场的草皮 养护是非常敬心的 从国外引进了一套非常先进的系统 在夜晚的时候 晚上用灯罩这个草皮 保证它的生长速度 而且今天 先看这球啊 下地有一次船中 看到给到了后点 惠家康 停球之后 观察队友的位置 我们想着打闷 这个时候 多停那么几下 这些防守队员都已经 回到了进区内 落位 这个时候就不太好打了 而且今天河北华幸福 是把他的训练基地搬到了北京 就在机场二高速附近的一块组组场 而且应该也是把那块场地的草皮 完全扒掉重新突 可以看出来 他从这个把谢峰招过来 当他的助理教练 包括在北京选训练基地 在狼房 这个作为自己的主场 野心很大 实际上他是想更多的去 进入一些核心城市 然后去发展自己 而且目前来看 其实狼房的这个位置 在中超联赛当中 对于北方的这个球队来讲 国安 然后天津的两支球队 泰达和全建 包括还有这个赛季 刚刚升入到中超联赛当中的 这个北京人和 可能再远一点的 我们就能说到 最远最远的应该就是辽宁沈阳了 这个所谓的京津季地区 之前在青黄岛 说真是有点远 但是你搬到廊坊之后 它真的是京津季地区 主客场之间的这个路程 变得缩短之后 球员们能够得到更好的 这个调整和休息的时间 对于联赛当中的这个状态的提升 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他从他这个北京新的基地 开车到他的廊坊的主场 应该也就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 说实话 国安如果说在北京 堵车的情况下 一个小时未必到不了 连一这个 我们通过他手舞的这个位置 应该是刚刚撞到了脑后的这个部位 马宁应该是叫视频裁判 通过视频裁判的口数 应该是给了拉一齐的一个黄牌 对有了视频裁判之后 你发现这个球员好像也不愿意再 都跟他叫什么劲了 没法说了 因为之前你看到了就看到了 看不到我可以说一下 但是现在多出了那么多只眼睛 确实有一个抬肘的动作 向下挂到了连一的头部 阿幸福今天这个球员广告有点意思 正面是哪吒 反面是番茄 我们先来看泰达的这次定位球 乔纳森 直接往进去内给 这脚应该是奔着球门去的 对 是奔着球在踢 结果踢到地球上 脚应该挺疼的 又是一张黄牌给到了曹阳 这应该是刚刚在 何可海幸福迅速反击的时候 对拉维奇的一次犯规 草阳这衣服应该也是崭新的 26中间有一个横的印 新赛季 队服装备都是新的 刚刚的聊天室里有球迷问的 说是不是有阿根廷的主教练在看 然后拉维奇今天的表现这么的兴奋 如果真的有阿根廷的主教练在看的话 我想马斯奇拉诺不会踢成现在这个样 完全不是他的作风 更多的他是在防守 有时候整容这些 来看又是这次的快速管机 天津泰达这边前场的少打多 好球 但是这一点已经爆炸上来了 没有看见后刹上的队友 我们说赵永坚这球这么处理 也没什么问题 毕竟一个进攻队员进了罚球区之后 应该眼睛里面盯的都是球门 对就看着皮球了 没有看到中路跟上的这个米克尔 语言沟通也有障碍 米克尔可能也喊了 传给我传给我 但是他听不懂 夏普空进提醒您 关注室内空气环境 精小健康呼吸 现在我们在青少年训练的时候 为了保证这些球员以后到了职业队 在语言沟通上更少的有这些障碍 先看这一球 河北海幸福 停车的一次失误 进去外的打碗 马斯切拉诺的火门 还把自己扔伤了 马斯切拉诺可是花了河北 花下不少的资金 如果说这样就伤了的话 看他手里的这个位置 右脚希望是硬伤的 这脚球做的非常清楚 上升动 他手完门之后被米克尔剁了一脚 这一下 看样子问题不大 可以继续比赛 但是回去 怀关节这个位置 一定是会有这种血印子的 因为大家穿的都是这种 SG顶的混合顶的鞋顶 都是钢顶的 也在跟马宁说说 你这个球应该出示一张黄牌 这两个人应该是在分别代表巴萨和切尔西 在欧冠的时候有过交手 但是他俩通常不会对上位 也是在征求视频裁判 是不是要掏这张牌 果然 把米克尔交过来 应该是还要补一下刚刚的这个牌 是给了犯规吗 没有 没有给牌 那么比赛继续 刚刚天津泰达的球员将球踢出界外之后 重新比赛恢复之后 杜佳是将球又开出了银线 我们说这个视频裁判 它有时候好也不好 像刚才这种情况 本身如果说是泰达这边的话 可能是一次马上反击的机会 一下打断了 对 一下就乱了 所以会影响比赛的节奏 所以在有些判罚上 还是除非真是特别关键的影响到进球 红盘这些 不然的话还是少叫一些视频裁判为好 好球 江志鹏 看看进球内董学生 这球没能够给进来 江志鹏的这次机会是怎么出来的 实际上就是源自于胡仁天在这个位置 突然内切 把对方的边后卫带走了 然后江志鹏上了 这个位置是空的 如果像上不上那样 直接打过来的话很难 今天我看天津台的这个转播 也是用上了飞猫 脚球给出来 进球内的头球 直接是顶向了球门后方 马斯切拉诺今天真是进攻欲望爆棚 这一场比赛的射门数量 可能顶了他在巴萨打一个月的 我们看现场这个草地米克尔在这 充当了一下这个休草宫的角色 独家的枪球给过半场 中场附近的争夺 场地一场没有浇足够的水的话 像刚才这种球落地之后 他不会向前窜 这个让进攻队员可能追起来更好追一些 马斯切拉诺 转移到了右路 好球 我先给 我发现这次配合 虽然说河北华幸福这边 还是想要去打自己的这种小球 但是更多的是通过这种半高空球的传递 不再去将球更多的在这个草皮上滚 对 河北华幸福前往的角球 拉一棋角球给出来 这次是点击点附近 机会打门 很好的机会就这样 岳位在先 高准毅 这也是著名的球星高仲勋的儿子 通过曼庆德的回方 确实已经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 高准毅八岁的时候 被高仲勋带到昆平 加入了一个是韩国籍的足球人士 办的一个足球学校叫南洋足校 然后之后加盟上海巡星 最后他提职业是在日本提出来了 后来被山东鲁能回购 来看天津太南 进区内的关门报价 咱们国家队一直有这种非常好的中后位的传统 从范志毅 张恩华 李北风 杜威 到现在冯小婷 不知道高准毅会不会成为 下一个国家队的五号的主力球员 其实还要看他这个赛季当中能够在河北华西服中后位的位置上能够表现的怎么样 其实对于一名U23的小将来讲 其实高准也是在去年足鞋出了U23新政之后 逐渐的在场上有个更多的能够发光天才的这么一个时刻 上半场角球是6比0 这边华夏新湖这边占了绝对的优势 但是定位球的把握上 看来赛前是因为这第一场没得可研究 没想到对方是个区域防守 所以在角球战术的布置上 正好是上了对方区域防守的套 他把球打到球门区里边 那是人最多的地方 所以这个角球没利用好 也是他今天到现在打不开局面的一个原因 阳城 到这里再给回来 场地不好啊 尽量少在后场上倒球 很危险 对 你不知道哪有一个暗坑 这球就崩歪了 你看 看看这次机会 赵宇豪 这一脚是直接闷到了米克尔的身上 现在咱们在后场出球更多的是一脚球 或者两脚球 当真正说一脚出球的时候 你在出球的一瞬间 如果球崩歪了的话 是非常影响你出球的质量 这一下传不好 对方直接会抢一个反击 你看这球 你看这球蹦的 好球 直接打身后 看看前面 应该是个点球 裁判将手指向了点球点 在比赛进行到第65分钟的时候 拉维奇在进区内创造了一个点球的机会 这就是上半场 拉维奇回撤 别人插他 撤出来的功能 但是下半场 董学生撤出来 拉维奇往上插 机会出来了 这样的打法 其实对于拉维奇来讲 他更熟悉 更习惯 对 这一下 确实没有问题 自己要主罚这个点球 这一下这个表情挺丰富 这应该是第一轮 目前为止 到现在应该是所有联赛 这几场比赛当中第三个点球 但是这次是没叫士兵助理 这个场景太容易识别了 没必要叫士兵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点球 马宁非常有经验 告诉他们 你们最好别犯规 这也是财队员 在给自己减少一些试端 你要不先说的话 他冲进去了 你说吹还是不吹 而且还在等待马宁的哨响 现在是不是叫了视频裁判了 用马宁的动作来看 应该是在和视频裁判进行沟通 怎么看 坐着三个最右手的这个是操作员 左边这两个中间的这个是视频助理裁判 最左边这个是助理视频裁判 不一样 一个AVR和一个AVR 有点绕嘴 有点绕嘴 像是绕口铃 马宁还在向视频裁判 这球我至少 从我的角度看慢动作 没什么争议 就是个点球 因为其实刚刚那个 慢镜头的那个画面当中 我们看得很清楚 度假出击之后并没有碰到球 而是带倒了拉维奇 太阳是把这个点球吹掉了吗 还是要跑到场边 应该是要去亲自去看一下这个画面吧 对 实际上我觉得有时候 咱们这个裁判呀 还是尽量的少让自己成为 比赛场上的主角 这一下他腿已经挂上了 度假的左脚 也已经搬到了这个拉维奇的腿上 之前我们就在其他的比赛当中也说过 就是什么样的是一个好的裁判呢 在这一场比赛当中 你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对 但是关键的吹拔上呢 没有任何的问题 现在马宁想让这个 大家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但是视频助理说 说不行 它体现我们的价值 这个球我觉着从我这看 是有争议的 要不你再看看吧 其实这就是目前中超联赛 可能大家还比较模糊的一个情况 就是这个视频助理裁判 究竟是主裁判的一个辅助 还是说他和主裁判 有着同样的这么一个 或者说能够 他能够主动的去打断场上的比赛 然后叫主裁判来去看一下 刚刚的这个画面 它是更多的是向主裁判叙述这个过程 但是他不做出任何建议 他可能只会提醒 还是点球 他只会提醒说 刚才那个画面是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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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事 这时候主裁如果觉得 他要相信自己刚才的判罚的话 他可能说那我知道了 完全不需要再去考虑 如果他对自己刚才的判罚 存在一些不自信的话 他真的就会像现在这样 要调取视频 先来看 来看这个点球 拉维奇打门 杜迦被扑了出来 拉维奇绝对是受到影响 确实 刚刚这个马宁跑到场面去看这个视频画面的时候 对场上所有这些球员的这个状态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你看杜迦呀 在拉维奇支撑脚落地的一瞬间已经开始移动了 这个扑点球有个诀窃 看支撑脚的 看支撑脚脚尖 对 除非这个队员是故意的 不然正常情况下都是支撑脚脚尖的方向 在这轮其他比赛里面 我们说视频裁判起到了非常好的队 但是这一次给我感觉 影响了这场比赛 影响了比赛 如果刚刚马宁没有跑到场边去看这个画面的话 其实这个点球结果会怎样还真的不太好说 对 所以说视频裁判 他们的对于动作的识别能力 对于影响比赛的进程相当重要 就是说如果你这个视频裁判 你的经验不足 你再去对主裁判做出一些 实际上他已经看得很清楚的情况下 你要对他做出一些让他犹豫的影响的话 这会确实会影响到比赛的进程 而且尤其是运动员 你说这个高强度足球比赛 心里都是180上下的时候 突然停了三五分钟 确实影响状态 当然了对于一些新鲜的事物 我们还是更多的是接受 想办法怎么让他变得更好 在不断的尝试当中去寻找 适用一个全新的环境 这也是能够帮助国内的这些球员 尽快的适应整个国际比赛 执法标准的这么一个流程和体系 在这样一个共同的规则下去 进行职业联赛的竞技 而且这个叫了视频之后 下面场的补食应该会多不少 百年品牌跨界创新 AO史密斯热水净水采暖空气净化器 套购响免单爱家有一套 赵玉豪上场之后 感觉他在中路这个位置站的虽然很好 但是在这个位置上的抢断的硬度 并不是他的正常水准 经常被对方非常简单的一个动作 就把重心给谎掉了 其实我们刚刚看过这个马宁说的 去场面看这个视频裁判的画面 我这边就看到一个消息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将会引进视频助理裁判 这是国际足联理事会刚刚投票 一致通过的一项决议 这个俄罗斯啊 说实话 世界杯如果是引用视频助理的话 当然关键判法是可能会更公众一些 但是那时候一场比赛的胜负 如果说真的因为主赛判中断比赛影响运动员在场上的心态 导致了刚才这种情况的发生 裁判员的压力可能会更大 这球没开好 赵雨豪这个赛季的头发也从原来的黄色变成了黑色 感觉跟上个赛季比 好像他也瘦了一些 对 看来这个河北华行服这个中心练的挺狠啊 嗯 反击的速度 你看他转到另外一侧之后 没有人去腰纵身的空间 马斯切拉诺在中场 前场反抢 赵明健 这边换人了 田津太达这边 郭浩上场 换下了曹阳 对 换下队长曹阳 郭浩是一个防守能力 非常强的后腰球员 印象比较深的是 当年对孔卡的一脚铲球 直接给孔卡腿上开了一些口子 这个换人调整应该是斯蒂利克 有意识地想要在禁区内去抑制一下 这个鼓学生 包括可能在走路这边 江志鹏在这边的住均 主要是什么 对位的是拉维奇 郭浩是一个我们说的叫什么巨星杀手 专门拿对方的核心球员的 一会我们看看 郭浩在拉维奇 令董学生的后撤 然后反差的时候 是不是会是郭浩去盯的 这个泰达这边属于上来了一把刀 75分钟曹阳被换下去 今天在后腰的这个位置上 也是跑得够像 我们来看河北花幸福的这次进攻 拉维奇 直接被过 这次就是郭浩在边路 对拉维奇的进行一次盯防 你看这个假动作 其实郭浩是被拉维奇一个假设 骗上去了 而且拉维奇这个过人幅度非常大 这个是不是有手球嫌疑 应该是碰到了 应该是碰到了这个右手的这个手臂 但是因为刚刚那个镜头画面 也是一个背身看的也并不是很清楚 是不是又在叫视频 果然把您应该是继续向视频裁判 评认刚刚的画面 好 叫球 你看这个 实际上这个时候 河北华幸福的队员正在向外退 在问裁判怎么了的时候 他吹上了 他突然吹上 对 这个时候天津太达这边 想要抓住这次反击的机会 迪元一在边落 直接起脚 给到另一侧 乔纳森 胸部停球 卸下来之后 这球落地的距离离自己有点远了 尼克尔 通过这几次教视频裁办法 我觉得咱们的裁判 可能也得适应这个过程 就是你恢复的时候 你得先给队员一个信号 我马上要恢复别人 你们回位置 再恢复 不然的话 容易给自己找事 这个 下面场的比赛 让这个 来不来去叫视频 搞得有点支离破碎 华幸福这边刚有点启示 现在这个尸头又被灭下去了 两次进攻 一次是拉维奇点球的时候 被视频在盘打断了 那个好长时间 然后刚刚这次脚球 也是打了一个 河北华幸福 措手不及 感觉队员刚刚说 哎我松口气 把他突然吹哨了 结果罚球这个队员 也没等自己的队友回去 他就把球发出来了 来看江志鹏 左路给到胡顶处 董学生 吸引了两名防守队员 还是在交换给江志鹏 能不能转移到另外一边 哎呦这球传呢 这就是受到了场地的影响 前场的一个定位球 高准一 看这个球也是不一定能拿到 先把身位卡住 这是两个曾经的 刘洋球员之间的对抗 赵明健右后卫横着带球 带到后腰的位置上 估计带的过程当中 一直在琢磨着 怎么拿我这个擅长的右脚外脚背 把球送出去 但是实在是送不出去 江志鹏 实际上 华幸福这两个边后卫的传中球都非常有特点 江志鹏是在左边内脚背往里勾 赵明健这边在国家队的时候就有过 吓到右边突然一个扣回来 拿右脚外脚背往里悬 又来了 天津泰达还是一个区域防守 看看是不是还固执的大前点 打了一个短的 有调整了 再给回来 拉维奇给到进去内 这次是后点 胸部停车 现在来之后一脚打门 张成东这次是打到了防守队员的脚下 我们看到聊天室里面有朋友黄保侯说到 小马队看看这球 拉维奇今天的这个运气 咱们先不说他这脚射门质量怎么样 首先他是唯一一个能跑到最合适的接球位置的 对方的后卫线向球门方向保护的时候 前卫线没有回来 他利用了这个湖顶位置的这个空间 匿名队员阅读比赛的能力 在这个时候非常好的体现出来了 天津泰达这边的中场接外球 其实现在看来河北华幸福这边 在下半场人员上调整之后 进攻打的更有威胁了 不像上半场比赛那样 每一个人的这个特点没有办法迷合到一块去 特别是董学生上来之后 现在拉维奇能够回到自己熟悉的位置 而且江志鹏在边路的助攻 也能够找到进区内董学生的这个高点 马斯基拉诺感觉啊 他来华夏幸福扮演的是之前 在巴塞罗纳布斯克斯扮演的那个角色 他是一个保护性接应 看这一下 先来看看这球 并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 在这里提醒各位PP体育的观众朋友们 下载PP体育APP 欢迎球迷进入聊天室参与直播互动 更多精彩内容 今在PP体育社区 今天河北华幸福对这个场地 真是不太适应 连续多次的传球力量把握不好 你看天津塔拿这边就相对来说好一些 能不能C出来 先来看米克尔这次 有后套的 边路的球员已经上来了 赵洪略 好球 两个人空档之间将球传了进来 给到进区内看看 后点 后点这次 乔纳森 他是往进区中路去走了 漂亮这个过人 这是内马尔的过人风 是原地把球挑过对方头顶 非常精彩 哎呦 太漂亮了 江志鹏 这个直接是被这个过倒了 过倒了 这个篮球 术语讲话 闷荡 这个球如果说真的是 乔纳森打进了的话 或者说后面进球了的话 江志鹏就成为这个背景了 这个估计这是本周足坛的 五家进球了 那就是 其实正在同时进行的 另外一场中超联赛当中 上海上岗与大连一方的比赛 目前上海上岗是6比0领先 大连一方 这个卡拉斯科看来还没融入啊 今天看来这两场比赛啊 这个也出了一场大分 反击 费家康 费家康的一打一能力也非常强啊 靠整一有点急了 看对方一蹚 估计直接念叨了一句 你差不多得了 一脚就缠下去了 这是杨诚和自己的队友 发生了口角 天津泰达这一边前场的机外球 这个球给他稍微有点失误 来看看中场的断球 赵宇浩还是将球踢过半场 这种连续的转换实际上是最危险的 双方的射门次数 天津泰达四次 河北花家幸福11次 防守做的确实好 而且在这个下半场后半阶段之后 换上郭浩更是加强了在这个中场范围的这个防守的面积 因为郭浩他的活动范围非常大 看这一下 你看这次打门 好门啊杜嘉 真的是天津是出门的地方 注意力非常集中 实际上刚才董元生这叫声门 除了角度稍微没那么刁之外 已经打得相当完美了 河北花家幸福这边用掉了一个换人名额 这边是将曲天元换上换下了胡仁天 曲天元曾经在13岁的时候逝去马径 15年的时候加盟巴雷卡诺 但是始终没有在西甲的这个正经的西甲连载当中出场过 17年的时候来到河北华夏幸福 这也是一名123的球员 哎呦这脚球啊 这下还真是他打得非常有趣 没等这球落地直接就是一脚 但是唯一不足就是打得太正了 正奔着这个杜嘉的脑门就去了 完全是下意识的把球挡出去 杜嘉应该今天能拿一个比较高的分数 我们看到天津台大这边 应该是有一名球员被抬下了场 在场边处理 来看 哎呦张成栋 这个时候河北华夏幸福 颁平了比分张成栋 比赛进行到第85分钟的时候 就在所有人的刚刚这个注意力啊 场上的球员并不是很集中的情况下 河北华夏幸福抓出了这么一个机会 这也是利用一次前场借外球进攻的机会 天津台大是感觉场上防守稍微松懈了一点 这时候 嗯 这个时候 我们再来通过曼景头回方去看一下 少一个人 这个天津台大后场算上手部分应该是九个人 杨帆和高家润两个人对张成栋的这个报夹 让张成栋身体的一个舒展 身体几乎是侧着将球打进了球门 反击能不能打出来 看米克尔这脚球往哪输送啊 哎呦 猪狗被跑上来了 但是丢球了 被打了二次不换 河北华夏幸福的反击前场少打多 这次塞球 还是受到这个场地因素的影响 这次塞球的下半场的调整终于在第85分钟的时候收获了结果 又是一个前场接外球的机会 跟刚才的进球的接外球位置差不多 看看这次怎么处理 刚才是场上少一个 现在人够了的话 防守的时候注意力是不是要更集中一些 张明坚 还是直接将球往进群内扔 看看门前 还是张成栋这个位置啊 踢得舒服了 真是拿边风当中风似的 确实他对这个 如果他进去的话 相应为是跟防他的人和他对比的话 身体条件确实差了不少 嗯 84.4也是直喘的 刚才这个反击的时候 当当当当冲上去了 结果米克尔把球带丢了 来看天津特达这边 这次反击也没能够打什么 对也不知道这个现场球迷喊什么呢 听的不太清楚 我印象当中以前啊 这会喊的都是换毛标 这次前场丢球 米克尔迅速的反抢 这就是沟通的问题 奔着裁判员就带过去了 马斯基拉诺站在原地 半天没人把球给他 这边换人 这边李源一备换下场 上的是123的球员杨文顺 这个天津特达这边 现在的20号也姓毛啊 嗯 也是一名U23球员 对王浩宇 这个时候的换人调整 其实更多的名额 全都是留给了这个U23政策 比赛的第90分钟 接着我们一会儿来看一看 这个常规的比赛时间到之后 下半场补食多长时间啊 小马哥的一次传球失误 这边又是回家康 在前场断球之后 和米克尔两个人的位置有点重合 比较打门 这个打的也是稍微正了一些 下半场补食七分钟的时间 两次视频裁判的出现 确实在这七分钟的时间里占据了绝大部分 张承东 还往近距离塞 又是赵友豪 这个动作很危险呀 天津太大的反击 这个传球非常的巧妙 再打身后 看看再往前给吗 这个是分边路应该 吹了防守方犯规 这个T5上场的杨万顺 身材比例有点意思啊 有点这个六头身的感觉 但是在前场的突击力真是快 有点像以前那个周通 有点那个意思 属于脑袋很大 但是速度非常快 距离球门30米 高加润 天津太大这边的U23小将 来主罚 这一次天津太大在前场 获得距离球门30米的这次定位球 看看这球 选择直接打门 还是奔着球门的一个死角去的 太大这边 回家康在进区外领球出来之后 再给到进区内 进区外的空球 一脚打门 这球杨诚立功了 这脚打得真是漂亮 直接奔着球门的这个死角去了 又是刚刚主罚定位球的高加润 这补17分钟啊 够两边的球员一梦 本身90分钟的比赛下来 这个两边平均一边 应该跑了在100公里左右 你再多补7分钟 能在两边球员加一块 能再补出个30公里 关键是这多补出来的时间 在场上有更多的U23的球员 他们是非常不确定的因素 所以在这个视频裁判和U23的政策 同时推出的时候 比赛的最后时刻 往往是会产生意外结果的时候 另外一边上海上岛和大连一方的比赛 目前场上的比分是8比0 要创纪录啊 这是啊 这是奔着北京关打上海生花 那个比分去的 天津塔在这边并不着急 尼克尔 来看啊 惠加康啊 并没有上脸拿球 这次塞球啊 也是受到了场地的 哎呦 卡在球上 看看这次失误 惠加康拿球之后 等待的机会 今天惠加康在左路表现出了非常高的水准 高加润的投球 顶过半场之后 比球来到了贺北华幸福的脚相 瓦斯奇拉诺 再往前给 董学生 在观察队友的位置 对方的中后位已经跟出来了 张成东 脚后跟一颗 身体还是好 这个能和米克尔扛身体 看看球来到了进去内 拉位去 好球 这球有身体接触 但是 其实这个时候裁判的吹法就会更紧身一些了 这是刚才张成东的那个进球 实际上就是扔到罚球区里面 董学生去干扰一点 然后张成东奔着二点扑 非常简单的一个战术 但是 拿球之后转身都没看球门 就看着皮球 就是一脚打扮着 天津内达这边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当时场上少了一名队员 所以造成了防守上的一些松懈 另外一场比赛 主赛班已经吹响了那场比赛结束的哨声 最终上海上岗是8比0战胜了大连一方 这也是给升班马当头一棍 足球这个东西 不是说你想走的时候就走 你想回来的时候马上能捡起来 时代不一样了 重新回到这个时代的众超联赛当中 就要适应现在的节奏 天津的体力真好啊 还在反抢 来看泰达这边还在中场空球 高加润 在交给了蔡惠康 不这个惠加康 反击能不能送出去 特别怀幸福这边张承诺并不急 马斯奇拉诺左绕右绕 还是没能绕过去 这不是他的特点啊 看拉维奇这球怎么处理 自己走 米克尔的解围 拉维奇啊 真是那种能在小范围的空间 带球同时突然发力打门的队员 这个时候主赛判马林 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 那么上停捕食时间 也是七分钟一到就名哨了 那么最终 天津泰达和河北华夏幸福的 这场比赛 双方是在泰达的主场 战成了一笔一屏